海豚交易室 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接下來第二階段 強勢族群 半導體設備耗材 我今天來跟大家解析 第一階段 海豚跟大家講 這個拉氣板在線 真的就 雙小群就沒戲了嗎 多空龍的加速 又有什麼正向的反應呢 我們待會記得要回去看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 PMI數據 雖然說叫二月下滑 但是內容暗藏玄機 到底有什麼玄機 也記得要去看一下 這部分我們就要看 半導體設備耗材 也是今天唯一的強勢族群 今天均豪 星雲 遜德 今天都來到掌天辦 加登其實今天也創了新高 其實海豚在屯古拉麵的地方 之前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半導體設備元年 不能不信 不知道你看了沒 看了之後就知道 這些設備股 到底在搶什麼 另外就是加登 加登其實從 海豚應該是兩三個月前 就已經跟大家去分享了 在屯古拉麵上面分享了 加登的部分 那周報當然也寫了 那如果說你有看的話 你也知道 特別是周報 海豚有特別交代 加登到底要怎麼操作 因為他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操作 所以呢 到底是怎樣不正常的操作 也歡迎大家去訂閱海豚 看一下 那當然說 這些設備股 就講3680好了 加登 這個創新高 那海豚是要必須要講 雖然說 有某些券商 不指名道姓嘛 說給的目標價有點低 海豚也在周報裡面寫了 說加登絕對不只這個價格 以他這個各國的需求 中國的去中化 那美國的去 不是 中國的去美化 美國的去中化 還有整個半導體製程的 整個先進製程的需求 這個重要之下呢 他今年成長 明年會繼續成長 搞不好後年還會繼續成長 所以呢 他的目標價 絕對不僅僅於現在這個位置 絕對不僅僅於現在這個位置 只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就是 因為他的股性就是 就是容易被疤嘛 你看長紅K 長紅K後面就會黑K 就會黑K 長紅K後面就會黑K 長紅K後面就會黑K 那這是兩根長紅K的 明天會不會黑K 我不知道 不過我剛才知道的是說 千萬不要去追他 就是壓回來說 可能相對來說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加那部分 那其他部分呢 其實海淳在這個演講會 其實有提及 大家應該也已經 參與演講會 應該也知道海淳在講什麼了 那當然說像其他的 這個海淳還是要講 不管是軍豪軍華還是星雲還是遜德 我們就拿遜德來講好了 遜德今天漲停 但是大家還是要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設備股 距離今年的反應 應該說以今年EPS去預估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反應完了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反應完了 那重點是什麼 他們有沒有可能 提前去反應明年的EPS 或者說市場呢 有點像重電一樣 大家過熱的情緒 把股價推到更高 直接去反應明年的EPS 有沒有這個可能 我就是大家要思考的地方 當然我真的就不給操作建議了 那重點是說 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4月18台積電藥法說會 那現在有一些就知道 就是說台積電要上調資本支出嘛 對不對 那所以有沒有可能在這之前 要上調資本支出的話 大家可以聯想到 設備商可能就會拿到更多設備的order 那有沒有可能 就是今年的EPS又要再上修呢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那但是我只要提醒說 雖然說距離4月18號還有 但距離那這些設備商 有可能一路反應到4月18號 那只是還是要留意 就是有沒有可能法說會前先掌題材 法說會後利多出鏡呢 這個可能也是大家接下來要關注的 這個就是今天半導體設備 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好了 那這個兩個還沒看了 大家記得回去看一下 就知道說 今年半導體設備到底在搶什麼 那一樣 喜歡海神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沒加入小鈴鐺 可以少準備QR Code 那海神的粉絲專頁 記得也來按個讚追蹤一下 那像中海神學員的 可以少有免費服務表單 接下來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PMI到底暗藏玄機在哪裡 我們一起做的 請支援翻託 我們要 Beat